美国慈禁基金会将于10月1日在洛杉矶微软剧院举办爱心慈善音乐会 希望借此凝聚善念、扩大爱的力量 持续为社区提供医疗、教育、急难救助等人道协助 请看报道 美国慈禁基金会将于10月1日在洛杉矶微软剧院举办牵手行愿祥和社会慈善音乐会 将邀请以牵手观音文明全中国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来美献演 期待透过这次的表演鼓励并带动更多的善心人士 一起伸出援手为需要帮助的家庭贡献心力 另外还邀请了六度拿下格莱美奖的当代乌克利利大师 词曲创作歌手何伯泰登台演唱演奏 美国最受欢迎的美国男童和尚团和慈继志工团队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透过 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陆残疾艺术人士 他们的牵手观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透过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 我们希望能够号召更多更多的人 更多更多的善心大德 跟着我们大家一起来投入 因为我们发现最近越来越多的人 越来越多的这些弱势的家庭 他们很需要各式各样的帮助 不管是在慈善 不管是在医疗 不管是在人文教育等等 太多太多 他们需要太多太多的帮助 所以说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人 能够大家一起来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牵手观音 一千只的手 希望能够号召到两千只 三千只 成千 上万 更多更多的双手 我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个社会 为我们的邻居 为我们的社区 共同一起来努力 四季今年也首度的帮发 大爱付出奖 社区伙伴奖 最佳社区服务奖 以感恩长期合作的社区团体或个人 环球东方记者 吕玉冲 若兰基采访报道 少语